接下來這則訊息來關心您我的健康 北市府衛生局針對許多兒童最愛吃的休閒食品 進行了抽檢 結果發現了包括像是紅魚片 還有魷魚絲以及軟糖等 總計有四十件的食品當中 有五件的品質是不符合規定的 有的還添加了國際間早就已經禁用的 橘色二號色素 醫師就說明這些東西吃多了 會影響到人體的肝 還有腎的代謝功能 剛下課的小朋友成群結隊走在路上 嬉笑打鬧玩得好開心 校園旁的雜貨店架上 則是擺滿這些小主顧們最愛吃的零食 等著他們大驾光臨 但是衛生局抽查 這些兒童們最愛吃的休閒食品 卻發現竟然暗藏不少有害的添加物 像是魷魚絲就被驗出防腐劑超標1.47倍 還有冰梅裡頭的田津含量 更是超標了13倍 紅魚片烤花枝則是被驗出了 國際間早已禁用的橘色二號色素 研究證據顯示 橘色二號色素 回得人體的肝細胞造成損害 早在1968年 美國就已經禁止使用 台灣則是要求根本不得被檢出 違者最高可以罰到600萬 橘色二號這個部分 這個色素目前是 它並不是行政院衛生署 公告准用的一個使用色素 那在美國FDA 在1968年也已經禁用 目前世界各國 它都是不可以當作使用色素使用的 就是那一批不能賣 跟之前那批一樣嗎 不一樣不一樣 實力走訪校園旁的雜貨店 發現有問題的商品 早就已經下架了 業者也澄清 放在架上的 都是檢驗合格的商品 它下架它收回器了 收回器就是那一批的 不能再賣了 北市府表示 這些有問題的色素吃多了 會影響人體的肝腎代謝功能 醫師也說 為了自己健康著想 色澤鮮豔 含有過多人工添加物的產品 民眾最好還是少吃 有電TV 岳嘉妮 吳登麗 台北報導 在這裏 是 有 有